在Amazon商业务场上,突然小小商业在一中的同样的资源地上 25%,14%出口退税规模企稳回升 去年,我们成功在线上签下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的大客户 交易金额约21万美元 今年的云广交 一系列针对出口企业退税的减免政策和随报随审提速服务 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资金压力 广州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李敏说 今年以来,该企业已获得出口退税约757万元 2020年全年退税款与2019年相比有了12%的增长 退税款时间缩短至三个工作日到账 疫情期间阶段性社保费减免政策也为企业省下了67万元 退税办理随报随审双提速如何实现 广州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税务端,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单位 税务部门通过系统整合 进一步减并了原有申报表 填报栏次由138项减化为89项 数据项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通过便捷申报 智能分流 数据集成 精准风控的优势 大大提升了企业退税申报便利度 而在企业端 税务部门运用税收大数据 帮助有需要的企业从供应链、资金链、内部管理链、数据链等四个维度 实现出口退税办理时间和出口退税申报准备时间双提速 通过加强税银合作 积极推广云税贷、退税贷 累计为118户企业提供1.33亿元融资支持 广州市税务局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1年3月底 提高出口退税率税收优惠政策 共汇集5901户出口企业 涉及出口产品561项 出口额22.61亿美元 办理退税额18.15亿元 为出口企业增加释放5.04亿元资金活水 由 Mike 出口 都算不足 独县 基本能速度 16 Giant 下转 指非 下转 上转